而今天早上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住家和辦公室遭到搜索 經過四個半小時之後 柯文哲被帶離住家約談 他也強調自己的清白 好 聽著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 還有中央黨部也都被搜索 當然 我非常坦蕩 我知道我沒有問題 我也希望執政當局 要清楚的說明 他今天是有什麼證據 要做這個動作 主席會覺得政治迫害 沒有 我不會覺得什麼 不要預設立場 我們還是希望台灣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 但是這樣 既然他們做了 他們就要說明說 他們今天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有合理的理由 要來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還有我個人的住家跟辦公室 他們要說明 主持人在樓上待了四個小時 他們有找到什麼 他們有找到美國證據嗎